刻好的模板放入特制木框中 周围用不同粗细的木条卡住进行稳定 用刷子沾上墨汁均匀上侧再铺上宣纸 用棕树皮制成的叉子快速轻盈扫过 不到10分钟 74岁的钟光湖就完成了水墨熊猫的印制 近日在成都市井江区 木板水印制作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所内 钟光湖给记者展示了他近年来复刻的一些名家作品 兰花图白菜图不仅绘画细节还原度高 而且连题词和印章都原样重现 钟光湖说从13岁学艺开始 在他手上诞生的木刻钢刻金石撰刻作品不计其数 水印木刻记忆不是简单的复制 为的是让名家大作飞入寻常百姓家 水印木刻呢它是复制以规划为主 以规划为主 它暂时的就是圆着的风貌 避美的云笔还有龙胆 是这个在悬质上表现出来 包括书法 绘画 转黑 都可以在水印木刻后都保存下来 通过这个水印把他们这些名家的话 在不侵犯犯权的这个情况下复制出来 使得更多老百姓更知道这些大名家他们的民族 据钟光湖介绍 木板水印工艺主要分为勾苗刻板印刷三个环节 根据书画作品的尺寸图案颜色不同 工艺的难度也不同 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刻板环节 一幅图 刻工需根据美工选稿分色情况 克制多个木板图案 印工在印制过程中又需要进行套版 他和朋友曾经尝试过使用电脑雕刻技术 但始终不及人工雕刻的效果 一个光是和你抹刀子都把你手刀抹流出去 还要和你写字 动字 画图 还有一个最主要的你要有耐心 要忍爱这个雕刻 在刻的时候最精致的就是很细的 有时候刻出来比头发帅 在我们刻的时候 有时候刻得最细的时候 大气都不敢出 那个刀子行刀的时候 在行刀的时候 骑到鼻竹 没人出去就走一走就坏了 钟光胡在刻板工作台上 放着他使用了数十年的雕刻工具 一把铁锤平滑的敲击面经多次锤打 产生了圆形凹槽 一把刻刀 木制手柄因长时间把握 形成了如陶瓷右斑的光滑表面 根据雕刻需求 自己亲手磨制 看着手里的工具 钟光胡有些惆怅 他说自己最担心的 还是这门手艺的失传 我们在老前辈的培养下 把这个技术学到手了 现在基本上短代了 除了我这一代 已经上75岁了 我们的时间也不是很充分了 现在希望通过我把这个水影的 这个发掘 我继承 发扬 然后使我们更多的年轻人 了解我们成都地区 这个木板水影 给木铁的这个技术